健保的收支的 这个问题理由只有一个就是 因为比例的问题就在于 能不能收支平衡嘛 也就是说我今天调多少 既然要调了 调多少才有办法 造成我的财务短处 会可以暂时的米平 那我们说 所以无愧的版本 没有办法米平嘛 先不要讲差别费率的 不法性的问题 还没办法米平 为什么卫生署四传的这个版本 才有办法米平 而且也只是一年的缺口 所以我们就要提了 如果真的为了健保好 如果为了健保好 事实上下台那么多的署长 以后如果还是健保 署长还是会下台的 这个是可预见的 我觉得行政院应该要说清楚 真的为了健保好 健保的废机要健全 真的让有钱人多付一点钱 除了修法没有别条路 很多非常专业的计算的部分 以及所谓的到底健保 全民健保 它是一个社会保险的概念 还是所谓的要抑制贫富落差 一个所谓的税的一个概念 这个可能很多民众听不懂 民众很想听的是说 好现在行政院长吴敦毅说 肥鹅多抖毛 能者多付费 说你如果说一只肥鹅 肥鹅 你就多抖一点毛 然后你如果是赚很多的 你多缴一点钱 让绝大部分 75%的民众 都不要去付那个什么便当钱 然后泡沫红茶钱 通通都不用多付 我想问的是 民众是不是真的无法接受 每一个月多付20几块 一杯泡沫红茶的钱 或者是78块一个便当的钱 绝对不能接受 我觉得不是 事实上都保盟的这个地方的团体 总共500多个都是服务弱势族群的 我们都是老弱病残 那这些人受健保的恩惠最大 我们都不反对调涨保费 主要是我们看到了收入面的调涨之后 支出面的改革没有愿景 这才是我们担心的 所以我今年钱给你收走了 明年还是不够啊 怎么办呢 因为支出面没有改革 第二个 我觉得让肥俄抖一抖 好给人家乎刮紧 这种语言其实是 明显的民粹跟阶级对立 怎么说 我不能因为家里穷 就可以说抢劫是可以的 或者是说 因为吴院长举的例子 我们没有办法认同 是他举极端的例子 举郭台铭 王文渊跟戴胜义这样的例子 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说 即便他们这三个人赚这么多钱 在一带健保 他所负担的 仍然是在目前的 有上限 不是用他真正的所得 第二个部分 也就是他是真正有钱人 但并没有反应在健保上面 第二个 目前健保的投保集聚里面 高薪资所得的人 他事实上依法在纳保 当我们喊出这个口号的时候 刚刚那个信聪有介绍 雇主要负担的比例那么大 我今天雇主 投机纳保已经开始出现 我就跟员工跟雇主商量好 我的薪水投保薪资就同了 我五万的以下五万五 我就用四万账去投保 六千块做总金 股子也不用够了 你也不用够 政府有够收钱 其实没有啦 这是投机纳保 某些第六类的 我们有看到很多人收入是好 再来就是两万四以下补助 就像烟绢补助一样 他没有排付 可能也有两万四投保薪资 其实他们都是参业了 其实包租公包租婆 有其他业外收入 所以我们意思说 这些都是掩耳盗铃 或救急不救穷的调长 民众还是会给你收 但是没办法 王医师我要请教你 你在基层学部 反正去看一看你 都是用减报嘛 民众到底是怎么想的 到底一家月 一家月又多二三十块 七八十块 甚至百多块 民众怎么可以接受的 现在我是在南部 南部的景气 不可回应是比较差一点 所以当然是很多人 他会计较这些东西 但是如果说 他曾经去过国外的人 那个美国的 那个百味的 甚至那个美国的 他都知道美国很贵 台湾这个眷宝 是一个很好的制度 所以就像滕委员讲的 就是说大家都很珍惜 这个制度 那当然是 大家都有自私的人心 都说减高度是最好的 那要减高度 我们要找个理由 但是那倒是也不好 那我想先回应一下 刚才主任在问的 所以杨署长为什么要辞职 我是觉得 吴敦医院长的立场 当然是也要选举了 那他要考虑到所有的人 所以当然是感觉 影响人越少越好 所以最好是四分之一 但是如果比较了解 健保制度的人 他会觉得说 这个就是一个 大家鼓座的 大家都有一分 你叫四分之的人 够高过一年 四分之三不高 他会不会珍惜 我想杨署长可能会有 这个想法 那我要讲一下说 我们现在就是说 急剧就是纳保的急剧 万几块和13万 就是好人家够八倍了 你现在还要够 够15倍没关系 你15倍还要够三成 这个就是腾伟 反对的说费力的问题 那另外的话就是说 我们现在 我们国家的老人 差不多有10.4% 用了34%的费用 那一些重大申病 就是癌症末期的 老年痴呆植物人 3%用了26%的费用 这34% 它加起来就60% 换句话说 只有不到七分之一的人 用了60%的费用 所以就是健康的人 在照顾不健康的人 这个就是说 大家都有分 所以我想杨署长 他的想法一定想说 就大家都有分 三成要出得比较少 好多出得比较多 你现在叫四分之一 都出的时候 我是觉得他大概会觉得说 这样子不好做事 那另外如果还要再讲下来 就是说 现在公众一句就是费不高 那就只有开源跟节流 那大家都会说 你要先节省 我们再来开源 那开源这个我们先不谈 我们来说节流好了 节流的话像说 比较有研究的人 可能就是有很多人 有很多想法 第一保大不保小 第二提高部分分担 第三建立转整制度 那这个的话都有困难 杨署长上个月底 到高雄去演讲 我才知道他的想法 他说保大不保小 是当然像赵沙康先生 省府省先生 有很多人都赞成 甚至今天自由时报 又有人在赞成 但是他说保大就是说 国家的钱都给 那很严重的朋友 甚至末期的 中方的 不保小就是说 小就是说 年轻人甘毛 为训语 国家资源都去保 那没有生产能力 都还没有贡献 这有贡献 你不够保 不够保 你反正资源全部都不顾 你要两方都要顾 那你不顾这些年轻人的话 对国家长远是不好 所以他是反对保大不保小 那像部分负担 因为我们的国家 分量真的是比较低 那我们总是觉得 如果提高 会不会抑制浪费 可是杨署长他说 提高那善用人不要拿 善用人他就没钱 看不下你再提高 所以他说宁愿一点让他 他也不要让善用人没钱看不下 他要维持穷人的自尊 所以他也反对 那至于转整制度就更不用说了 因为我们由奢入简单 大家看不下很方便 我疼痛我要来台大 我要来荣总 你还记得我经历 小医院大医院 那个已经拉不回来了 所以我是觉得要节省这些是困难 那当然还有人说 那就从医疗浪费 那医疗浪费什么事 一定会有浪费 不可能没有浪费 但是台湾的浪费 我是觉得已经很少很少了 你如果看每一个国家的制度 我们一年花的医疗费用 大概900多美金 美国已经6700块美金 日本也是两三千 所以我是觉得说 要从医疗费用里面 再弄出一点来 可能是有可以弄 但是可能不多了 所以可能就是要从开源方面来想 除非说 国家的人就是说 我们大家知道说 有的人 举个例子 最疼我的阿姑 他中风的 躺了两年半才过世 那浪费的 不是浪费 就是花了很多资源 等于是这样亲郎 不一定一拜有一个趋起来 你要不要花那个钱 那个钱一年可能 呼吸器那些有两三百亿 你如果说 你保大大的要 割的一部分起来 或许就不用涨价 但是这个我们愿不愿意 所以就是说 如果我们把所有的问题 通通都摊开来讨论 可能还是要涨价 尤其比起别国 你已经赚了很多 很重要 委员我请教你 西华每次来 其实他对健保费率 健保局卫生署 其实批的很多很多 很坏 我没想到说 他这一次会支持 杨署长的这个版本 反而是说 行政院那个版本 是更不合理的 然后基层医师 从基层的角度 也认为 你就只有去家而已 不过你没有其他的方法 那为什么 好像碰到健保要涨价 就碰到政治的地雷 然后那一个署长 就一定要下台 真的是这么严重吗 不是说涨价这件事情 谈都不能谈 真的是因为选举频繁 祸国养民 我是一开始 就站在支持的立场 那我刚刚这个西法有讲说 这个健保不会倒 我是不会同意说健保不会倒 你只要放手下去 健保一定会倒 为什么 因为你很明显的 你给付这些 你总额已经没有办法 让每一个医疗院所来承担 他必须要付的基本的费用 所以到最后还是会倒 除非你给他救起来 那还有一点就是说 你现在涨了 是不是明年就必须再涨 那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91年 因为我正好这个时候 就在立法院我很清楚 92年的时候健保双涨 91年的时候